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 《反网报》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Andy 不是Lao 不是Andy Lao 就是这个卓林 即是小龙女 大家知道 为什么叫小龙女呢 因为她和成龙大哥 不是有其他关系 是直系亲属关系 大家这个都不用说了 当然 卓林的母亲 就是吴以利 现在卓林跟吴以利的性格 所以叫吴卓林 当年大哥和吴以利有秘密关系 后来都承认了 自从小龙女 即是卓林进入青春期之后 其实母女两个的关系相当地紧张 尤其是四年前卓林就和 大距十二年的 一位外籍网红 Andy 就结婚了 因为他们是彩虹 母女之间就多了这个 洋媳妇 存在的关系越来越差 甚至可以说说说上加上 吴以利多次对这位 洋媳妇 这样就经常 抱怨也挺多 原来 日前他再次 就在微博 炮轰这位 洋媳妇 为什么叫媳妇 因为 在这段 关系当中 当然是彩虹关系 对 所以是媳妇 媳妇 因为卓林 不是 是 男方 如果按照这个关系来说 我们看到 他 吴以利小姐就指控这位 Andy 即是卓林的 妻子 六条罪状 包括怂恿 卓林 就是 读读下书就不读了 中断学业 扭曲 价值观 更加 是扮可怜 引人同情 亦擅自把他家里的东西变卖 这个他之前报过警 大家记不记得 记得 亦故意 引起 这个公众的注意 之后 又是 怪罪于他妈妈 亦不工作要长辈之助 甚至 为什么 不以理他要发微博呢 原来 这个Andy也算是 不尊重这位 可不叫 家婆 正确来说 应该是家婆 奶奶 奶奶 当然 大哥他应该永远都见不到 想不到这个Andy也说 为什么你还不试 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我们看看 不以理他原微博是怎么写 他就说 谢谢你教导我孩子 问老师 退学费 不用读书 享受人生 教孩子 只要你令别人 觉得我可怜 人家便会同情 谢谢你 来我家把我的东西拿走 用来 卖 五年 还好似一个巨星 怕人认出 戴着孩子 是 穿得好似 一只英帽 他真的很喜欢穿粉红色衣服 那个Andy 头发都好似都是粉红色的 是吧 好像一只英帽站在街上 等人家拍照 然后 又是怪我了 我叫警察 将老外赶回加拿大 当然就是指Andy 因为Andy是加拿大籍的 孩子 为了爱 跟着他 也没办法 35岁 就怪责别人家长 不资助他的生活费 所以 他 很难 过 生病 那就不可以工作了 叫一个23岁的孩子承担责任 如果在这段 婚姻当中事实上他们结了婚 他可能觉得你是我的丈夫 但是他是西人 应该不会那么传统 Anyway 不要紧 因为 因为人人都知道我是谁 半夜三更 还问我为什么我还在生存 没事 我 亦是金天才 学懂 爱原来是这样的 没有对错 这种爱 也真有趣 有趣的事分享一下 哈哈哈 虽然 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 大家都猜到他就是不满 卓林的外籍妻子Andy 也留言劝他要放开 当然 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就说 有得卓林自己承担自己的后果 但又很难 我觉得可能 因为 因为卓林 自小就没有了爸爸 虽然 没有的意思是 不是指 大哥是升了天 是指 有等于没有 这个大家都知道 没得陪伴他 是的 到今时今刻为止 大哥 都没有说什么时候 和他 有一刻相认 这个就是现实 当然可能他们 暗瓦底相认了不知道 但应该就没有了 以卓林 就算卓林说 他老婆也会说的 我相信 是 当然也有人说 做母亲真的要看开一点 自己开心 和健康最重要 其实我也觉得是 你很难 老实说 他女儿 都已经是 成年人 成年人 和 都跟了 和 Andy 打算过一世 事实上 我觉得 对不起 我只会这么说 很难回头 好像以前是你的 女儿 什么都跟着你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看一看 18年 原来 卓林接受了生果的 独家访问 当然现在生果日报没有了 依然是有些资料 18年当然 他是一个 18年那年 为什么 算是新闻人物呢 因为他 出轨 也离家出走去加拿大 妈妈 不以理 就是要求 报警求助 之后 记得他 还寻附 说没钱 说要找成龙 结果 想不到 之后又很搞笑 拍了影片之后又回 香港 我已经跟Andy结了分 其实 卓林 虽然23岁 其实 亦有媒体说 他自己写一本自传 他 23岁写自传 应该不是很多东西 大家主要是想看 大哥的故事 而且 卓林的样子和大哥都很相似 你有发觉吗 他两个子女 大哥基因真的很强大 谁呢 祖明 还相似 两个都相似 其实两个都相似 两个都相似 相似 很严重 亦证明大哥真是基因强大 记得他 拍片尋复 他接受苹果时 以前的生果 最多是 嘲笑别人 没那么疯了 不会搞那么多 19年的事 当然 也不是很报纸 他一直问记者 他就说 Who am I 其实每个都知道你是谁 但那个人 当然自己是成龙 他 从来都 暂时我们看到应该是未正式相应 Who am I 是不是好像成龙 我是谁 有一个 是 去非洲拍的 是好像有出电影的 其实 从出生开始 卓林 大家都叫他小龙女 几乎全球华人都知道他是谁 亦都知道他老爸是什么人 其实 他说过 他跟这个生果说 是 未见过生父 心中亦有很多不解的迷团 其实18年12月时 卓林就和老婆 Andy 即是 吴以利的这个媳妇 一起接受 这个生果的 独家专访 问到有没有见过爸爸成龙 卓林表现得很鸩定 没有 从来没有见过他 你问我有没有见过他 即是 我问你 有没有见过他一样 我对他的熟悉程度 其实跟你差不多 我相信都是 在新闻里见到他 其实他就说 他在我眼中 都没有好定坏 我都不认识他 这件事反而是最惨 连个恨都没有 因为真的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他又对 他就说 我知道小时候 说过一些冲动的 但是此刻 心理平衡了很多 我觉得人是会做错事的 你做错多少错 是你的人生 不是我的人生 我根本不在意 他也说 但是很奇怪 因为我一生 我一生 一生出来 每个都知道我是谁 但我自己 都不知道我是谁 然后每个都看着我 看我好 只想看我去屎 都没人知道 我心想 What 当然 做大哥的女儿压力都是大 不要说他 其实黄祖明也是 那 记者就问 你觉得做成龙的女儿压力大不大 是真的 所以之前 非常不开心 另一年的时候 卓林 被妈妈 从 香港 搬到上海 投靠外婆 他就说 那时就是恶望的开始 他说最难受的时期就是在内地 那时在读中学 以为我和我老爸有关 就是个个都说 我知道你老爸是谁 你肯定是有钱女有钱女 他就说 那家学校 我都免得说 但是那些老师 都没用 我躺在这里被人踢 他 走过时就说 你们不要这样 可能 被人动手 接着 才停 老师走开 他们是不是继续在这里笑我 有传 大哥的身家超过30亿 我觉得也不奇怪 他曾经在访问当中透露 一半就给了太太林凤娇 和儿子 就是这个 房祖明 但是他的passport 之前那些媒体写 是Joyce Chan的 可能就是改了香港ID的用房 我想他的passport是用Chain 陈祖明 房祖明、陈祖明都好 不要紧 反正 都是做了一些坏事 之前大家知道什么事 就说 一半被 林凤娇和儿子 另一半捐了出去 而成龙推出的自转 也没有提及卓林半捐 卓林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真的不是那么好 说句老实话 始终自己做过一件事 卓林一念不在乎 就说 我没有想过在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我也不介意 也没有感到很受伤 It's okay It's really None of my business 就是这么说 就是真的不关我的事 可能他真的是 因为真的对这个人没有感觉 是 他就说 部分财产捐作 这个慈善用途 那也很好 但是 可能我个人想得太多 你的钱捐去哪里 用在哪里 In the end I don't care 因为其实他是 这些国际学校的 所以其实他英文都 相当地好 尤其是现在老婆都是外籍人士 当然 拍片尋复 卓林就说我不是为了钱 我需要一个答案 他 很生气 说那时我找老婆 是我很多事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不是要他的 钱 或者要任何人的钱 个个看完影片就说我 You want money? You want money? No 你想要钱而已 不是 我当时很忘言 觉得害怕 同时我亦 有我的 一些问题所在 我很多东西要处理 我觉得 有很多事情令我很忘言 亦都是上一种求助 不过 是对 帮我釐清真相的求助 所以 他就说 In a way Yes It was a cry for help 就是这样 But it was a cry for help for the information 但是你 在街上拍片 别人都说不了 说句老实话 是不是 哪有那么容易 或者这么说 你要得到的答案 如果 大哥要给你的话 或者给你 两母女的话 早就给了 亦都不会在街上 有人跟你说就行 记者亦都问 如果有机会见到成龙 他 想也不想呢 如果我见他 我可能会说 Yo what's up do That's cool 这么过瘾 他亦都说 你可不可以 告诉我 到底我小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妈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或者有没有跟我外婆谈过 我外婆在我家里 其实很多事情 令到我 是 很想知道一个答案 I need an answer 这样可以 亦都说 我知自己 当时他十九岁 因为我知道自己还小 所以 可能一世 都有很多为什么 我当时只是一个baby 一个小孩 根本不知道任何事 卓林提到 爱婆 的时候 就会是 眉头心锁 或者因为他见过爱婆 拿着 利器 想着 向他妈 指着他 又逼妈妈 跪在地道 说是 拿每月的家用 也挺严重的 他们几个家庭关系 也挺复杂的 是的 我知道 因为我们有网友 也说过他家里也挺复杂的 曾经是他邻居 差不多 上下 我又不说别人那么多 因为吴小姐 吴以利之前 很喜欢喝大几杯 都被别人拍到他 问到你有没有怨你妈 卓林 不禁轻弹一声 哎 教育弟是一代一代传来的 一只传桥的外婆 你妈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你小孩 我好清楚我外婆怎样对我妈 所以我从来没有怪过我妈 都好像挺憎恨他外婆 他也说回大陆的时候 是他不开心日子 因为和外婆住 卓林也说 很想和妈妈修补关系 但是双方需要多些体谅 至今 当时没有想过 搬回去 他也说 环境令我很不开心 我要学会照顾自己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老婆 卓林也认为和妈妈性格好像是冲动派 大家都很容易不开心 还有有 闹矛盾 所以大家最大的障碍就是这样 所以 他也喜欢身边这位太太Andy 也是说回Andy 整个过程当中卓林 是捉住Andy的手 两人似乎有相似的成长经历 所以说 他就是我素媚 是否精神伴呢 凌云伴侣 凌云伴侣 对于卓林来说 Andy 除了 他的外人也是恩人 他就说 我很明白大家的看法 19岁 你不会想 你冲动你结婚 你不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几年后你们会散的 就是有些人跟他说 No way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 我们的东西不需要和你们解释 多帅 卓林也说 如果要说Andy的好处 说几个小时也说不完 简单来说一个字 好 对于外界的质疑 又说Andy贪钱才和卓林一起 卓林就反驳了 他也没有钱 怎样贪呢 他真的没有 除了知道他是Jackie Chan 知道他是小孩子 但是 其实 如果你 对香港人可以有少少了解 都知道大哥 基本上 这个 应该是没什么 这样照顾 我想 如果是憑大哥的话 我觉得他会说 对吧 不知道 别人的家事不知道 当然 他就说 我们相识的时候 他不知道我是 哪个的女儿 即是不知道他是成龙的女 我要用 进全面的方法 才能解释 还有大家都 说他贪我钱 他就冷笑 反黑白眼 I don't have any money 事实上他真的没有 之后也说 对于我来说 真的很搞笑 卓林承认自己六年级已经是 是 喜欢女子 曾经跟 男子一起过一次 都是 做给妈妈看 卓林事实上 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 缺乏爱的家庭下长大 爱情和面包 当时19岁卓林选择了爱情 虽然不被抱好 不被看好 卓林仍然相信 Love wins The love is love 彩虹人经常说一句 都没什么问题 过自己日子 当然现在Andy 和吴姨的关系 和奶奶的关系相当地差 我相信 你说好也很难 因为卓林要不要帮口呢 她不在乎 我想 她不在乎 她反而这一点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卓林有点跟大哥有点似 大哥有时候 你知大哥 又是 有时候乱说话 好像没想过后果 你知大哥那份人 你可以说他直也行 说他是 不理后果也行 当然 老实说 这些 人对事情 我觉得 当茶余睡后说一下就算 但是 怎么说也好 如果 这个不容易说真的话 Andy 又不是那么应该的 问人家 糟了吗 真的不是那么好的 好 今集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再见 好好相处 拜拜 拜拜